梦 触到细 触到细 一点点弧度就好了哈 好了 下面就是一个明 明当然要由 这个 笔画来表现 可以略扁 但是也不要太大 太大会占太多空间 超全备有写过 上面写的比较宽 上面写的比较宽 下面的纸写的比较窄 这边就绕过去 这个笔其实写的比较方正 并没有想像中立书那种偏扁的样子 这边就不用特别长 倒是它这一个燕尾写的有点像那 其实这时代很多时候像那 好 好 上面的笔画 一定要配上一个超级无底 长的燕尾长痕 好 那下面的 一定要把它写的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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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写扁 连中间这一树都不用太长 填这样就够了 素 上面的方形写的都很小 很喜欢把上面的结构体写的很小 然后下面再拉开 拉开的 拉得非常开 所以这样会造成头小小小大的效果 十 好喜欢这只鱼的 写的真是长啊 只有它有胆量写这么长 一般我们自己要写那么长 其实也是会怕怕的 觉得会不会太长 所以艺术有时候还是要加点胆量 放点胆量进去 不然没胆也写不了这么艺术 写的也不扁 上面这里没有表现 所以是写成短横 然后下面是越写越宽 这个都没有特别表现 只能单纯的把笔画对齐 这个勉强 一定要伸得比它们长 那也一定要伸得比上面长 这是有表现的地方 突袭 这里是有连的 这倒是 艺术里面经常见面见到的 有连的 就放心的连 笔 则的话写得比较扁 扁的话 扁就要赶快歪过去 横画拉长 树画写短 横画拉长 然后树画写短 点都写得很短 上面這個都是要寫扁啦 這個隸書嘛 所以你會發現這上面我都刻意的寫得有點壓扁的包子 壓扁的包子 就沒有辦法 好這裡面要表現喔 我留這個筆畫 這裡要點不點可以啊 隨便你 上寬下載 扁的 加重矽 先往旁邊 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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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裡面可以伸展的筆畫 順勢 拉開 用的話 用 中間再用 書畫將它串起來 用 出雲 往旁邊 旁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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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未來 還有很多字幕 放下載 我們可以進來 遊玩 小聲 晃 發 音樂 放下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